剛剛的這個部分 其實Access跟Excel的資料轉換非常的簡單 假設我今天要把Access裡面某一個資料表 變成Excel裡面的一個工作表 其實它預設已經給你功能 在這邊點一下 先選其中一個資料表 上方會有一個按 這邊也叫什麼呢 使用這個Excel來分析 你就直接把它點下去 點下去之後呢 它就變成一個工作表 那你就直接怎麼樣呢 把它存檔起來就可以了 這個假設我今天把它另存新檔 存成一個Excel的檔 你也是把它放在桌面上 按儲存 關起來 這個也是一樣點一下 可以怎麼樣呢 把它用Excel來分析 那又變成一個工作表 所以兩個之間交換 過去很簡單 過去很簡單 這個再把它另存新檔 然後把它存成這個好了 送點XLS 然後儲存 把它蓋過去好了 接下來 如果說我今天好了 這個把它關掉 我就重新再開一個 假設說我今天已經轉過去 可是我今天要怎麼樣轉回來 以Excel轉Access 我發現這個很多人都需要很 就是需要這樣的一個模式 而且我看我之前有發表過一篇部落格 那個好像點擊率還滿高的 可見得這方面需求還滿大 Excel怎麼樣轉到Access 因為有些資料說真的 在VP.NET的程式設計裡面 它資料庫原則上還是以Access 跟Sequel Server為主 所以你要用Excel來當資料庫 坦白講很麻煩 是可以做得到 可是很麻煩 因為它預設的資料庫就是 給你三種挑 沒有第四種 沒有Excel 如果有Excel的話 那當然就很方便了 可是沒有第四種 那這邊怎麼建立呢 第一個空白資料庫 在桌面上我們一樣建立一個Music 後面我們乾脆底線一個Excel 表示說這個是Excel匯入進來的 按一個Enter 直接存在桌面上好了 那現在裡面是空的 我要怎麼樣把剛剛那兩個工作表 變成資料表 新增、匯入、確定 這邊選擇Excel 因為它有這麼多可以跟你選的 你就選擇Excel就好了 Excel在這裡 然後你就找到那個 這個檔案有沒有 接下來的話 這個是桌面嗎 桌面這個 然後把它怎麼樣 匯入 接下來呢 這個打勾 因為第一欄就是我們的欄名 按下一步 下一步 那這個的話就是 你自己再建立Key 這個原則上當然都是 ID通常都是不可重複 不能重複的 按下一步 然後呢 不見主所以 我們自己再建立 按下一步 然後匯入之後的話 按完成 確定 Excel的工作表就進來了 就這麼簡單而已 其實很多人都想知道 可是不知道原來這麼簡單 那最後記得進來之後 給它一支鑰匙 原則上這個Key 都不能重複 而且呢 都要給它一支鑰匙 尤其你在新增修改刪除 如果沒有主要鍵 沒有Key的話呢 通常沒有辦法 只能查詢而已 按一個是就可以了 那同樣的方式 再把那個 送的那個音樂 把它匯入進來 一樣照Excel 好 奇怪不見 蛤 這裡 ok 好 匯入就可以了 那一樣下一步 這邊下一步 那這個 ID一般是把它改成 不可重複 下一步 然後不要主所以 我們等一下自己再加 按完成 一樣之後的話 再到這邊設計 把這個加一支Key給它 這樣就完成了 那同樣方式呢 再建立那個關聯圖 把這兩個新增進來 再拉一條線 建立 關閉 是 打開 完成 所以說呢 資料兩邊是可以互通的 好 把畫面呢 還給各位一下 那你們可以試試看 先把這個 assets裡面的資料 匯出成Excel 再把它匯入匯出 這只是一個練習而已 讓我們有餘的 寶寶 感谢观看